繼續給大家看 就是亞洲保齡球巡迴賽 泰國站的賽事 接著會給大家看 就是男子組方面的八強賽事 現在看到這一位 就是來自阿聯酋的艾爾哈辛 而他的對手就是 來自泰國的林超堂 林超堂在16強的時候 就是贏了澳洲的霍利晉級 而艾爾哈辛就是贏了 泰國的馬如拉晉級 這場球也是八強的比賽 其實看回這兩位球手 他們之前幾站的巡迴賽之中 暫時林超堂排了在第一 拿到75分 至於阿聯酋的艾爾哈辛 暫時就在幾站的巡迴賽之中 排在第六,有32分 現在第一球就是艾爾哈辛發球先 這個是左手球員 第一球球 似乎適應得很快 第一球球就可以傳中 這個線路也拿得很快 不過是左手球員特色 這個是 艾爾哈辛在16強的時候 都拿到213分 是否可以傳中 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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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很快 是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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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國球員是很大的 林超堂自己本身也試過在一個遊戲中最多獲得300分 16強的時候他獲得157分 這球球起轉的位置早一點 可能兩條林上面的狀況有點不同 阿爾哈辛似乎他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他打出去的球 轉數比他平時打出去弱了很多 但他仍然打到傳中位 所以他拿到傳中 我們看來三球這樣好些 似乎整個動作 看來仍然比較生硬 我連個球也很緊張 那他的優勢只有10分左右 這球球林超堂稍微用力 把球推開了一點 沒人回到外面 其實也很難判斷那個球的環環度 因為如果去到這麼紛邊 如果你技術不夠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滾下去 其實大會開球之前 他已經告訴你 他是怎樣落油 於是球手就自己去調教 但因為落油其實是挺受環境的溫度濕度影響 即是就算他是這樣告訴你 他做完出來的效果都未必一定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 这球球是阿耶哈森的动作比较好 但他下的位置就会比较矮 跟右手球鱼一样都是翻不出来的 很明显看到泰国的林超堂就不打那么大回道 立即整个线道就搬直了很多 可以避免这个球不碰到两个箭槌以外的位置 因为开始初段很多球都碰到那些位置 他后面的位置就是他们邀请了韩国教练 以前他是教韩国队 但都过去泰国有几年了 因为不让球员打到外面的难度是很高的 因为整条线你会觉得立即窄了 你可以打的位置是很窄很少的位置 哎呀很重也打不完 因为其实两个球员这一局球两个都不顺 好我们来看看阿尔哈身 好我们来看看阿尔哈身 刚才那个球员我们都看到他的动作开始放松一点 看下来应该会打得好一点 准备一下 而且是个球员 基本上阿尔哈身考虑川乎在美国当中的深度 真好 剛才的球球艾爾哈森失了平衡 林超堂在24號球道,即是他右手段的球道打全中是沒問題的 只不過在23號球道,他似乎沒打過全中,而且連保中都好像失了兩球 看看這球在23號球道可不可以拿回全中,否則他的形勢也挺惡劣 他這球就調整得很好,可以給壓力給阿爾哈森 幸好在泰國打這些比賽,我們看到後面有一個人拿著國旗 他每年都好像御勇拉拉隊一樣,綠色衣服 保齡球很熱,但他自己不打保齡球 是否只是在泰國才看見他? 是,他是泰國人 在面目表情,我們都看到阿爾哈森很緊張 你看這球球 這球球看見他的手捉得球很緊 放在位置,不過很幸運 現在的形勢,似乎林超堂的氣勢比較強 這球球應該沒問題 剛才你也說他這球球打得比較好 剛才連23號球也有保中 對,看他能否保持第二球 他似乎是比較穩陣 越打越順 轉數也比阿爾哈森強 阿爾哈森一直都消除不到他的緊張 過了傳中 他能保持連續四個 已經過了阿爾哈森的分鎖 這個球員是這幾年很大進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年輕 今年也只是22歲 連續五個傳中 不過韓國教練教出來的球員特色 他們一找到位置 他們是可以保持那個位置 保持那個位置打得很準 這是韓國教練的很嚴格 在訓練之下才可以這樣 球員重點栽培 對 我這球也沒甚麼數 這球也是這樣 結果林超堂的分數是203分 似乎阿爾哈森都很難追 通常球員 他打了全都是197分 通常球員如果比賽已經贏了 或者輸了 動作會立即放鬆很多 如果他早點這樣就比較好 現在阿爾哈森是186分 即是晉級到四強的 就是泰國的林超堂 拿到的分數是203 至於阿爾哈森只得到186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看看女子的比賽 會不會